很重要 让我们再次欢迎林光潮教授 教授好 谢谢教授 这一次您来的时候呢 就帮我们新加坡的朋友们 来了一个健康的全雷达 然后让我们在饮食这一方面 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屋子 我们叫健康屋 上一次和您分享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健康要从饮食左手 可是呢 这一次呢 我们和病友们相处 去每个病人的家里去看了以后 不容易 而且每个人做法上都不同 我就发现到原来这饮食 跟这个健康很不容易教授 是不是今天也能够 针对排毒餐也能够 我们做一点点的困难的解释 是 像比如说 为什么我们上一次 有跟大家谈到 食物一定要把它分类 分食 那么这里面就是 用排毒餐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一个水果 两种蔬菜 一份地瓜 一份米饭 所以你看整个主要的饮食 都是以碳水化合为主 那可是有人问到了 你说一份这个糙米对不对 两份蔬菜一份水果对不对 那他说两份水果一份蔬菜 是 那酸碱平衡就被破坏掉了 重点就在这里 而且还有最主要是 你为什么一定要连果皮一起吃 像香蕉一定要连皮吃 这不是猴子 你去看猴子不这样吃的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上过这个课 所以你就一定要连皮吃 而且连皮吃才真正健康跟营养 那酸碱才会平衡 因为果皮大部分都是碱性的 果肉大部分都是酸性的 所以你看到配合起来 所以整个排毒三严格讲起来 它是以碳水化合为主 来帮助我们把整个身体调节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每一天的饮食 都是以蛋白质为主 所以我们的身体会生病 所以我们在这时候 当你在饮用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 把它 譬如说你水果归水果 水果归水果 最好单独一个水果 就是配一个水果 那么蔬菜 两种蔬菜 你单独两种蔬菜 我知道有些人是会把两个打在一起 其实那是你很忙碌 实在没有时间 而且你的消化系统还不错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子做 或者是说它叫鼻罐的时候 鼻罐的时候 但是我还是会建议你尽可能分开 这是分食的原则 为什么 因为水果是在小肠里面消化吸收 可是蔬菜是要先通过喂 所以如果两个一起进去 可能蔬菜水果都在胃里面的时间 停留太久 那么可能造成水果里面的酸 水果里面的甜 可能造成发酵 那么就会变成有一些毒素的累积 所以我会建议尽可能分食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 所以你看到我们在排水餐里面 也跟各位讲到 水果一定是在两餐之间吃 或是水果是在饭前半小时吃 我发现了 他们常常有人遇到一个问题 然后教授 我每次一开始吃饭以后 我才想到你说的 吃饭前半小时吃水果 所以他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现在 我开始要把它倒过来讲 吃完饭半小时再 吃完水果半小时再吃饭 这样你就不会弄乱掉了 很多人就一吃饭的时候想到 半小时前忘了吃水果了 所以你现在记住 水果吃完半小时吃饭 这样子就准确度就非常高了 是不是 所以你这样子吃 而且你记住 这是第一个我讲的分食的原则 所以排涂餐里面 很强调这个观念 因此你水果在两餐之间吃 所以以后 所谓的Tea Time 应该要改成Fruit Time 水果 水果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吃 那是最好的 两餐之间吃 比什么效果都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有很多人在办公室 或者是说我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我并不是癌症的人 或者说我没有生什么病 那我是不是也要Exactly的 完全照这个时间来吃 是比较效果好 是 其实排涂餐不是给癌症病人设计的 是为所有想要健康和保持健康 拥有健康的人设计的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一方面的话 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了分食 分食的原则 记住 所以用排涂餐去克服 我上一次谈到 你可能搞不清楚 蛋白质跟淀粉 蛋白质跟脂肪 蛋白质跟酸性物质 蛋白质跟什么乱七八糟 你可能搞混掉了 所以就用排涂餐去解决这问题 你就照这个排涂餐的原则来进行 第二个就是扫食的原则 扫食 也就是说不要吃饱 当你发现吃饱的时候 你已经吃太多了 当你吃太多的时候 实际你已经生病了 当你感觉到你身体肠胃 已经不舒服的时候 你已经中毒了 所以养成习惯 七分饱 长笑笑 多跳跳 永不老 这是很重要的 教授可是很多人口腹基因很难控制 就是差不多要到饱 可是他硬要塞到饱 这个主要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 就是克服就是七分饱 对 就是每一口食物咬三十下 每一口食物咬三十下 而且尽量是中餐 因为你每次咬三十下的时候 他们已经一直在吃了 所以你每次咬完三十下 想再夹的时候 菜已经越来越少了 而且最好你咬的时候筷子放下来 因为你会有一个冲动 再来拿 马上就夹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而且你会发现 现在 吃到饱越来越多 吃到饱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告诉你 糖尿病就越来越多 所以你每一次去吃吃到饱的时候 吃buffet的时候 你就下一个决心 我今天没有吃饱就出来 所以呢 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养成习惯七分饱 而且最好在你六十岁过后 都保持六分饱 90岁过后五分饱 一直到一百二十岁 然后还伸手矫健 因为你每天这样咬 牙齿一直咬一直咬 你的体力 精力 活力 耐力 会越来越好 OK 所以这是少量 对 少食 一个分食 一个少食 第三个呢 就是生食 因为所有的食物 要能够进入我们体内 被分解 被消化 被吸收 都不需要有酵素 而所有的食物 本身就有酵素 所有的食物本身就有酵素 可是所有食物 过五十四度的温度的时候 酵素就被破坏掉 所以大量的熟食 是肠胃系统毛病 最主要的来源 也是肝不能够有效的 分解毒物 最主要的问题所在 所以你一定要养成 第三个习惯是什么 就是生食 所以食物里面尽可能 水果你当然是生吃 你不会煮来吃 但是蔬菜你尽可能保持 每一餐至少有两种 以上的蔬菜 一定要生吃 我最近发现新加坡政府 花了很多的文宣 在推动 各个餐厅都贴了一个标语 要求更多的蔬菜 我觉得新加坡政府 是很了不起 他知道只有这样子 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 去注意到这个问题 健康 对 可是很不幸的是 我们在餐厅点菜 点很多的蔬菜 老板他还不走 他说还有点什么菜 我说还是点蔬菜 还有点什么菜 那天我跟比利吃饭就这样 他一定要我们点肉 才算有点菜 我们叫了三次了还是蔬菜 他还是说 你要不要点牛肉 刚才云所说的 那最后一项 这个断食 你尽可能一个礼拜有两次断食 或者我们讲进食 fasting 你一个礼拜有两次 这个是很好的原则 两次是两天吗 还是两餐 不是 两餐 两餐 那一年有一百餐 我跟你讲 你的身体肠胃才有时间休息 而且还有一个最主要的 是这样子做了以后 你这个人头脑会更灵活 而且情绪会更平稳 教授那我打一个岔 如果说一个礼拜 有两餐断食的话 我们选择中餐 午餐或晚餐 都可以 就是不要选早餐 有人跟我讲 我天天早餐都断食 后来才发现 他根本来不及起床 好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时候 我想这四项很重要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这次的健康屋当中 我们首先已经 把饮食做好的时候 我们的根基就越来越稳定了 对不对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下一个单元 再次感谢林光常教授 谢谢大家